就已经拿到155 这个数字你们现在不知道 但是我还真信 什么意义 5万加这个 5万才是什么 这个在HTC来讲 这是太小的数字了 5万 但是这种5万 对这个行业 已经产生了150个增加 我相信HTC应该的目标 50万应该是500万 甚至应该是5000万 所以说我们的分析师只讲了5万 就已经有这样一个市场规模 那么在这样一个市场规模下 那我相信 随着我们双业模式 因为我们在想 一个管它这样的地方 它是以时常作为双业模式 那我相信 游戏其实以时常为双业模式的 其实不多 应该是以里面的内斗道具 这种模式一旦结合起来的话 那我相信Viyang的春天真正能够到来 所以说 这是一个可持续的双业模式 所以说我们也非常坚信 这样的模式在网吧能够成功 刚才我听到我们网友在讲B2B2C 那我也认为 这个模式是我们第一步启动 需要去做 这样的 做网科技 在目前我们整个市场 目前整个市场我们的服务的规模 目前有10万在网友上 确实数损应该是10亿万 我们为了表示方便 这个平台上面我们继续的用户 有一个亿的做动 我们每天在同时在玩的用户 有达到接近三千万 这是你的服务 都有的用户 那么VR今天已经做为一个启动的原曲了 所以我们也准备了10个亿以上的孵化基金 愿意跟各位一起来共产 我们希望能够从中 跟大家能够有更紧密的合作 能够把这个产业一起做成立 所以我们有了HTC世界上最好的 目前体验的压设备 加上我们在中国本土的一个亿用户的 这样一个众多用户的位置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 能够跟在座的各位开发者一起 共同推动VR这个系列 同时我们也相信 跟数码合作 跟HTC合作 我们也能真正让大家 能够在经济上得到VR 所以我们的愿意 是把VR游戏 带给英语玩家 打造最具潜力的VR威乐品牌 好 那我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